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国有个名叫张荣的读书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具有文学才华的人 可惜个性古怪 行为独特 总是依照自己的心意做事 当官以后 张荣常常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得罪他人 所以官位经常被降级 张荣虽然个性古怪 但是相当机灵聪明 在面对提问时 总是能应对如流 因此 萧道成在成为皇帝之前 就相当欣赏张荣的才学 在当上皇帝之后 将张荣升官 且经常与他讨论有关文学和艺术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 萧道成看了张荣的书法作品后 对他说 你的书法字强劲有力 可惜却少了王羲之优美的笔法 皇帝用知名的书法家王羲之来和张荣相比 认为已经很给张荣面子了 张荣听了 很不认同的说 您不应该可惜我的书法少了他的优美笔法 而要可惜王羲之没有我的灵活比例 因为欣赏张荣的才华 萧道成没有对张荣的无力感到生气 反而更加佩服 张荣不模仿他人 独具一格的书法 让他获得称赞 他认为 如果对事情缺乏主见 习惯依赖别人 就很难展现自己的独特风格 寄人篱下是出自南奇书卷四一张荣传 文中的丈夫当山诗书 致礼乐 何致应寻寄人篱下 意思是 身为男子汉 写文章应当向孔子山边诗书 制定礼乐 有自己的风格 不要因抄袭他人 像鸟一样寄居在别人的篱笆下 同学们 听完寄人篱下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就让我来带你回顾一下 故事的重点吧 今天的故事寄人篱下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张荣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人 小道成十分欣赏张荣的才华 便将他升官 且经常与他讨论文学和艺术 过程中 肖道成看见张荣的书法作品 用知名书法家与他相比 故事的结果 张荣认为 若对事情缺乏主见 依赖别人 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风格 这样 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寄人篱下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咚咚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因为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 必须寄人篱下 你会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张荣的个性古怪 如果没有遇到懂得欣赏和包容他的人 你认为他的人生会变得如何呢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淳于小教室 又到了淳于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淳于寄人篱下 有两种解释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形容 寄居在他人的家里 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 主要会用来表达 无法自立的情境 我们来看看 当寄人篱下是这个解释时 可以怎么使用吧 我宁可住在这间破茅草屋中 也不愿去寄人篱下 看人脸色过日子 我必须赶快出去找工作 总不能一辈子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养人鼻息 依人坐驾 相反的词有 自立更生 自立门户 自食其力 接下来 我们来看寄人篱下的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是形容 模仿或沿用他人的作品 无法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主要会用来表达 模仿 沿用的情境 我们来看看当寄人篱下是这个解释时 可以怎么使用吧 画图一直模仿别人的风格 寄人篱下久了 便会失去自己的特色 文章创作必须要独具巧思 沿用守旧 寄人篱下 很难成为专家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墨守成规 食骨不化 应寻守旧 相反的词有 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独具一格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